欢迎来到我们的芯片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杨骏 杨骏 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是关于美国股市的好消息 随着就业市场显现出冷却迹象 投资者对美联储即将降息的乐观情绪增加 雷国标普500指数上涨0.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7%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上升了0.2% 就业数据的下降和私人部门增长低于预期 促使交易员们预测美联储将在9月会议上降低基准利率 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转向台北的Computex会 英特尔CEO拜标森局在展会上展示了新一代CN6数据中心处理器 并反击了英伟达CEO黄仁勋关于传统处理器过时的言论 他坚称摩尔定律依然有效 并介绍了英特尔的新标理系统 这些系统将由戴尔和英业达等合作伙伴销售 最后我们来看看华为在芯片制造上的最新进展 华为正在采用一种名为自对准四重图形化SQP的技术 以突破现有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 给予技术有望帮助华为在14纳米以下的先进芯片制造领域取得突破 尽管美国的出口管制对其构成了挑战 华为的这一举动引发了外界对其未来芯片制造能力的广泛猜测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 报道 美国股市在周三有所上涨 主要受益于市场对降息的乐观预期 标普500指数上涨0.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7% 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则上涨约0.2%市场一直在波动 试图解读经济数据的疲软是有利于美联储降息的正面信号 还是预示着经济即将进入更广泛的放缓 周二发布的数据表明 四月份的职位空缺降至三年低点 这可能促使美联储开始降低借贷成本 但也可能意味着经济正走向衰退而非软着陆 而DP私营部门就业报告显示 5月份私营部门的增长低于预期 这进一步证实了劳动力市场的降温 惠普企业的股票应拿i服务器销售激增而上涨了15% 创价201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Telegrafer 报道 切尔滕纳文学节因环保和反以色列活动家的抵制危险 被迫与主要赞助商贝雷·Giffer切断联系 这一决定是继黑节和爱丁堡国际书展之后的 又一类似事件 活动组织者表示失去企业赞助将导致免费活动减少 票价上涨 学校项目缩减 甚至一些节日关闭 贝雷·Giffer的合伙人类 Thomas选择了这场匿名的胁迫和误导运动 并表示希望节日能在未来继续繁荣 作家们对此次抗议的反应不一 有些人认为应该继续与这些公司保持对话 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抗议活动正在破坏文学界的氛围 雅虎US的另一则报道指出 美国股市在周三早盘前 约有上涨 主要受益于市场对降息的乐观预期 标普500期货上涨约0.2% 到琼斯工业平均期货上涨0.1% 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期货则上涨0 4% 周二发布的数据表明 4月份的职位空缺降至三年低点 这可能促使美联储开始降低借贷成本 但也可能意味着经济正走向衰退 而非软着陆 DP私营部门就业报告即将发布 可能会提供更多关于就业市场的见解 汇补企业的股票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13% 创下2016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主要得益于i服务器销售的激增 与此同时 Lam Research举计其高带宽内存业务 将在今年三倍增长 定在2025年需求更强劲 苹果公司即将举行的WWWWWDC大会 也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预计将发布Siri2和云基础模型合作伙伴关系 华盛顿邮报告埃隆 马斯克接手后重新命名为Apps的社交媒体平台 最近更新了其政策 明确允许自愿 制允许自愿制作和风发的成人 抹路或信心为内容 只要在分享时正确标记 新政策中的成人内容标签 将作为内容警告 用户需要点击才能查看 为晚18岁或被提供出生日期的用户 将无法查看这些内容 X此举并非政策转变 而是表明他们将成人内容视为商业机会 AXI只是唯一允许性工作者和其他艺术家 分享抹路作品的主要社交媒体网络 而其他平台如秘的则会删除这些账户 康奈尔大学的通信副教授布鲁克·艾琳达菲表示 社交媒体公司越来越是影响者和创作者为增长的关键 X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吸引被其他平台边缘化的群体 并尝试直接从成员内容中获利 然而这也伴随着风险 尤其是处理非法内容如儿童性虐待材料的能力问题 部分性工作者对此持怀疑态度 认为政策变化可能不会带来实质性改变 《兰华早报》报道 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在台北的Computex2024展会上 为一名女性粉丝签名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视频显示 这位女性要求黄仁勋在她的紧身上衣裳签名 黄仁勋最终满足了她的愿望 女性在Instagram上分享了签名的照片 并表示今天肾上腺素飙升 我的愿望实现了 这起事件在台湾和大陆的社交媒体上 都引发了广泛讨论 黄仁勋是台裔美籍企业家和电气工程师 1993年创立了英伟达 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之一 对人工智能应用有着重要贡献 黄仁勋因其在I领域的杰出贡献和亲密其家 成为台湾的超级离京 被粉丝亲切地称为I教父 南华早报还报道 英特尔手机执行官塔特·基辛格在Computex展会上 对英伟达手机执行官黄仁勋的言论进行了反击 黄仁勋曾表示传统处理器在I时代已不再适用 而基辛格则强调无二定律仍然有效 英特尔将在I普及中扮演重要角色 英特尔展示了其新款ZN6数据中心处理器 声称其效率更高 能显著减少所需空间 英特尔的新标离系统将其芯片组合成多处理器套件 专为处理生成性 I训练任务设计 尽管英特尔声称其新产品比竞争对手更具成本效益 当分析师认为英伟达凭借其整合生态系统和专有技术 MVLINK 当然在数据中心 I处理领域占据优势 英特尔近年来收入下滑 基辛格正努力通过重振产品和扩展工厂网 而恢复其领导地位 LINK 也指出 日本各大学和学院正在全面努力培养专业研究人员和工程师 以支持该国复兴的半导体产业 自二零零年日本半导体行业员工人数达到顶峰后 人数开始下降降并在2010年代中期处底 近年来由于台湾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TSMC和RAP DUALS 到了 员工人数再次上升 根据招定公司Recruit的数据 2023年上半年 半导体行业工程师的职位空缺数量 是2013年的12.8倍 日本电子和信息技术产业协会预测 未来十年日本主要半导体制造商 将需要至少4万零额外的专业人员 而整个行业可能会短缺约10万人 熊门大学在2024财政年度设立了半导体设备课程 学生们穿着防护服在学校内的洁净穴进行实践培训 熊本大学副校长提Sushoi Youth购额表示 九州地区是半导体工程师大方异彩的地方 TSMC计划在年底前启动其首个熊本芯片厂 到2027财政年度 熊本大学几乎有50名毕业生进入半导体行业 Property will选择在北海道建厂 并与北海道大学合作培训顶尖人才 Ninami Duo美国制裁后的华为技术公司 如何利用最新的芯片制造技术 来保持与即此外光刻意 EvV仅无法使用的尖端设计同步 引发了广泛的猜测 华为从未确认其如何制造出去年 唯美60Pro供电的芯片 但现在该公司正转向一种名为 自对准自从图案SQP的技术 这可能有助于其进一步发展 华为和中芯国际EASM系一直保持低调 但华为在2020年9月提交了一项专利申请 在近年3月公开 引发了关于其在14纳米以下芯片制造工艺方面的讨论 业内人士指出 尽管SQP技术可以支持5纳米甚至3纳米的设计 但这一过程复杂且容易出错 华为云西E欧张平安在4月份的中国移动大会上表示 公司将专注于芯片架构而非工艺等级 四媒60系列智能手机推出以来 华为在半导体领域的进展备受关注 华为是中国芯片自力努力的关键参与者 正在与中国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多个参与者合作 努力实现新突破 根据雅虎新闻报道 一些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公司现在设计功率较低的处理器 以在美国制裁下继续获得台湾机体电路制造部分有限公司 TSMC的生产许可 美国的出口管制旨在阻止中国军方 在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方面取得突破 这些限制也阻止了 中国两大人工智能芯片公司 Mita X 岁元科技在2023年底向TSMC提交了降级设计的芯片 以符合美国的限制 Mita X 开发了一款名为G280的降级产品 而岁元科技则与多家地方政府合作进行项目 尽管中国有44家代工厂 但只有中芯国际SMI-C能够大规模的 中国生产高端GPU华为自2020年起 被美国制裁切断了海外芯片制造的途径 但TSMC今年同意封开部分生产能力 被被美国直接制裁的中国Ri芯片公司 国家支持的航母技科技就是其中之一 该公司在2022年底受到美国限制后 一直面临产品供应压力 The Independent 套道 随着新兴技术推动数据中心网络速度的提高 服务器到交换机的连接速度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新闻公司的Ryan Harris 写示了短距离高速电缆组件 如何当作最大化下一代服务器系统的预算 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 边缘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广泛采用 推动了数据中心服务器系统 提供更高速度的需求 现今的10GBS和25GBS 服务器速度 足以支持高分辨率视频内容 但文本生成了 i训练边缘推理和机器学习 以及需要100GBS以上的速度 最新的人工智能发展时的网络带宽和速度的 期望值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图形处理单元GPU 使得服务器系统能够在短短几周内 分析和训练视频模型 这些都是通过200GBS和400GBS的服务器 连接速度实现的 800GBS的服务器速度也即将到来 数据中心网络工程师 需要在成本和性能之间找到平衡 以支持组织的不同需求 尽管有多种电缆选项 可供选择以实现更快的交换机 到服务器连接 短距离高速电缆组件 可以帮助最大化数据中心的预算 支持高速连接 同时提供更好的电力效率 和所需的低延迟数据传输 Nikajer报道 台积电附属公司世界先进半导体 将与领先的欧洲芯片制造商N智浦 共同投资78亿美元 在新加坡建设其最先进的生产设施 这一举措旨在利用区域芯片制造需求的增长 因为各国和公司越来越关注供应链的韧性 去年 Nikajer首次报道了 世界先进计划在新加坡建设一座大型芯片设施 这座合资芯片厂将生产用于汽车工业消费 和移动设备市场的电源管理和模拟芯片 台积电将向世界先进授权所有必要的生产技术 消息人士透露台积电还将派遣专家协助新加坡的芯片设施建设 合资企业计划在今年下半年开始建设晶圆制造厂的初期阶段 初期产品预计将在2027年向客户提供 当投资还在筹划阶段时 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表示 扩展将集中在对各种电源管理和电源供应芯片需求的增加上 恩智普是世界先进和台积电的关键客户 恩智普还投资了台积电在欧洲的第一家芯片厂 与博士和英飞林一起在德国德雷斯顿建设 AlgeZero报道 生成是人工智能了 爱已经带来了一场医疗革命 并将改变从药物研究到患者诊断和术后治疗的方方面面 英伟达医疗副总裁Chimperley Powell表示 尽管还处于早期阶段 但医疗可能会比生活中的任何其他领域更受把爱的影响 Towell在台北举行的英伟达i峰会上表示 而爱已经在开发和测试新药方面产生了影响 这一过程在当前的时间框架下 可能需要长达15年 耗资高达20亿美元 Towell表示还可以用于建模 帮助研究人员了解身体如何与新化合物相互作用 这有助于减少临床试验中大多数药物的90%的失败率 英伟达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平台软件和医疗设备 以协助卫生从业人员在数字成像 诊断扫描和机器人辅助手术等领域 Towell指出类似的技术已经用于自动驾驶汽车 将原始信息转化为现实世界的决策 生成是i在数后和后续医疗治疗阶段也将至关重要 例如在编写患者数据的数后报告或审查过去的手术 以评估其成功率时 英伟达的图形处理单元推动了i投资的热潮 使这家曾经不为人知的初创公司在短短几年内成为近3万亿美元的公司 生成是让i在去年随着open了i的开创性应用XGPT的发布而进入主流 引发了对该技术潜在应用的极大兴奋和担忧 Telegraph 发说 美国经济的繁荣终于走到了尽头 留下了大量债务 过去四个月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似乎面临硬着陆的风险 花旗集团成为首家警告美国已陷入衰退的大型银行 一旦衰退开始 它可能迅速演变为大规模企业裁员 除非美联储迅速采取行动 然而目前美联储官员仍在对抗通胀 试图超越前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的成就 花旗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霍伦欧·霍斯特预测 未来两个季度经济将收缩零 3%和2.1% 这将推动失业率到年底达到5.5% 如果美国经济衰退 英国和欧元区业将受到影响 可能导致全球经济危机 投资者需要谨慎应对这一局面 特别是要关注美联储的利率政策 美国经济的放缓已悄然降临 劳动力市场的疲软迹象明显 消费支出也开始下降 美国的债务积累已达到二战时期的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美国的债务比率将继续上升 Financial Times 一家美国交易所交易所交易基金 ETF发行商计划推出25只新的ETF发行商 这些ETF结合当前最热门的两个趋势 杠杆散口和期权卖出覆盖通话 纽约的Granite Sherrysons计划推出一系列 名为Eoboost ETF 这些ETF基于单一股票 卖出杠杆ETF的砍跌期权 虽然这些ETF可能从期权写作中获得显著的溢价收入 但它们将结合有限的资本回报 和无限的杠杆散口下行风险 Granite Sherrysr首席执行官威尔·林德表示 这些ETF要是为了满足客户对收入的需求 虽然这些Eoboost ETF 可能会产生更多的期权收入 但它们的结构也增加了基础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风险 尽管如此 许多投资者仍对这种高收益产品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Japan Time Science 一些中国人工智能芯片公司 正在设计性能较低的处理器 以在面对美国制裁时 继续保持对台湾机体电路制造公司 TSC的生产访问权 为了阻止中国军方在爱河超级计算领域取得突破 美国对高性能处理器和芯片制造设备 实施了一系列出口管制 这些限制也阻止了TSC等海外芯片制造商 企业收订单 生产这些高性能芯片 去年实施的最新一轮美国出口管制 暴露了中国在先进芯片生产能力方面的局限性 以及中国i芯片设计公司对TSC的依赖 为了应对这些制裁 中国芯片公司不得不调整设计 以确保能够继续使用TSC的生产能力 谢谢您的收看 胜利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 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W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